Misher, 我又和你一起拍檔 我們今天會做些甚麼? 我們今天會自己做個麵 然後就做一個蝦湯 就可以有蝦湯麵了 我們知道這個 其實香港人都很喜歡吃麵 自己做的真是可愛一點 好吃很多 而且我們可以下的東西 是不需要有添加製 多謝你今天又來教我們做這個麵糰 我和你配合的就是做這個蝦湯 好, 其實麵糰原來是很容易的 因為香港的麵粉是有分高筋粉 和中筋、低筋的 所以我發現兩勾是比較好 因為高筋打出來太起筋 一來滾麵時又會很吃力 第二, 太彈很古怪 如果只用中筋就不夠彈 所以兩勾就是最好的 我們用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水 這些是你的黃金 這是我自己發明的 不是 recipe 教的 原來做麵和做麵糰不一樣 如果平時有做麵糰 例如我們喜歡做的很濕 做麵是要很硬的 就是要比較硬的才行 我們水就用200克 其實大約 因為到時你們每個人有不同的麵粉 可能出來也會有些不同的 好, 接著就是200克的高筋粉 和200克的中筋粉 每樣一半 我大概200克 先用那些 蓋好蓋蓋蓋子 我會做的東西是先把它分 Goggle 然後再開始砍 我會覺得這樣會 gemeins 所以我會開6毫 大約5秒左右 5秒後就會變成碎一粒粒 我會將在旁邊黏著麵粉掃到中間 掃到中間 然後就真正開始搓麵團的動作 順便可以拿起一點點出來 試一下會不會太乾或太濕 是否大約想要的濕度 我很難形容給你聽 因為這個是我的手 總之不要黏手 但又不會碎開 我們用麵團的功能就可以搓麵團 搓麵團多久呢 大約3至4分鐘 看你做多少 好 事不宜遲 現在麵團就打好 打好之後就會黏在一起 黏得起來的意思是不會太乾 如果太乾它一粒粒水濕濕地打不起來 變成一個球再放在頭上 所以就把它倒出來 而且怎樣知道是不黏手呢 除了不黏手也是不黏球的 中間是很帥的 所以就是不黏球 我們用手把它搓一搓 雖然我們的手機已經打得很漂亮 但它並不會幫你變成一個球 所以我們要把它搓成 我搓成球的方法是怎樣呢 不是把它這樣 不是這樣 是把它把外面摺進來 外面摺進來 我們所謂的球只需要是半個球 底部不需要是球 就是需要這樣 這樣就已經球了 總之下面有收口 就可以了 下面可以這樣 不怕收口 然後就把它包起來 可以了 那就很清楚了 其實我和Michelle聊天 做什麼湯底好呢 我們就說不如做個蝦湯 好 就先在我們未開鏡之前 我們做了這個豬肉洗了它 今天我不放薑了 我就放大蒜 我現在用白色的位置 好 現在就直接放進去 然後加少許的油 我們現在就爆香了 120度 OK 好 我們剝完蝦之後 清洗腸衣之後 大家看到蝦殼不要丟掉它 菲兒我看到你剛剛按了反刀 如果你是否用反刀 為什麼會切 我不想切碎 然後呢 其實你聞到味道 大概已經是兩分鐘 然後味道 我現在就直接放蝦 進去就去爆它 OK 我們要不要加調味料 要不要走啊 現在加少許酒就可以了 OK 不需要太多調味 因為蝦本身都很有味道 大概是5至10克 如果剛才我沒有說 這是做清湯給我的同事 我們現在很簡單 我們就把另一部分白色的位置 又去爆一下它 那這邊呢 因為爆的湯底 只不過是雞粉 那就不用下酒了 大家立即看了 OK 看得到嗎 先放回去 OK 現在我就加水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放進去 那我就可以煲湯了 這裡 那就不用加什麼調味料 好 那就加水 熱水冷水都沒有所謂 其實 沒有了 OK 那這個蝦呢 我先加少許酒 OK 那現在我們的麵團可以準備做 嗯 剛才我們那個很帥仔的麵團 可以 休息多久呢 其實沒所謂 休息幾個至半個小時都可以 因為做麵不要它黏 所以就要加粉 不跟你做饅頭 或者什麼 因為你是要 即是你是要做一條條的 所以就 放些粉下去 那等它滾了之後 就不要再黏起來了 OK 少許就可以了 還有最重要是做一支棍 因為這支棍是很黏粉的 一定要滾好 還有你自己的手 OK 那就用一個地方滾它 如果覺得呢 因為太大 你要滾它薄 但你不會滾到它很大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就把它切開 然後分開來滾 那我想問呢 我們吃不完的話 那麵就什麼樣子 吃不完的話 那麵呢 可以滾成的 可以滾成的 可以慢慢吃 嗯 那麵 究竟要滾多大呢 那就看你想你的麵 是粗身 或者是幼身 看你自己平時喜歡 那我就不知 就做正常這樣 我的正常是粗的 因為我覺得粗的麵是好吃的 那你就看你想要那個厚度 我都拿起網上少許 那麵就不用做到超級大的 到差不多 它有個方法 不是它有個方法 是我有個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加粉 因為沒有粉的話它就黏了 黏了你就變成一塊 不是麵團 就變成一個麵 那麵團 就將它這樣 滾 因為你沒有那麽大的桌面 那麵團 拿開這個片 給大家看 那麵團就塗粉 我看著就塗粉 然後就將這麵團捲開去 對不起 兩麵團都要塗粉 這是一個捲 對 我都會做 不過我看了很多片 都會卷在一起 那麵團 整麵團 整麵團 這樣就可以滾到超越了桌子的尺寸 這個油很方法 整個滾 它滾下會越滾越鬆 但你就是要這樣 因為滾它大 所以記得一定要上粉 要粉夠才可以 好差不多了 那麵團就怎樣 就將它這樣 唉 不好意思 先把它摺 抬開它 接著你就把它摺 這樣把它摺 摺到像刀一樣 即是色澤色澤 這樣 色澤色澤後 就可以切 對 因為我們想好一點 就用針板 即是用刀來切直一點 因為如果用這個切 會不會太利落 這樣就可以切一條一條 適中 不知什麽是適中 即是你們自己覺得適中 放一下 大概半克左右 你們喜歡粗的就粗的就粗的 看你想怎樣 這樣就把它掃出來 放一點粉就鬆開 一定要放粉才鬆開 這個就需要做點東西 除非你剛才放了很多粉 因為我不想它煮出來的時候 那攤水有很多很多粉 其實這個面的長度 闊度大概是這樣 就是半個CM度 大家知道什麼是手工呢 手工就是用尺度去量度 是眼目眼測的 所以大家看到是眼目眼測 自己的感覺是怎樣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比較厚 你可以輕輕地拉一下 如果你還沒吃 就一定要放一些粉 如果不然它很快會黏 這樣就可以整個放進保鮮盒 或者保鮮袋 不要紮鬆的放進去 可以放進急凍 拿出來的時候不用解凍 直接在急凍拿進去煮 跟新鮮一樣 好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的湯 其實加一點菜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是講幾分鐘 幾分鐘就搞定 我給你看到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100度 那這個湯其實失水非常之少 所以其實這個湯 我倒多少水進去 基本上是這麼多水出來 好 好 那看好了 我們的菜已經蒸熟了 大家看 你看 多漂亮 綠色的 那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做了一趟的清水 準備是要煮這個陽春麵 那我們的蝦湯已經做好了 那我現在放了 其實海鹽一茶匙去試味 那待會再去調味 好 剛才我說過 可以加一點魚露 如果你喜歡的話 拿鮮味 會提鮮的 但不要加太多 那些人就會說 為何這麼美味 那你就不用解釋這麼多 那你也可以加一點麻油 如果你喜歡的話 什麼都是一點就行了 有些人不喜歡吃大蔥的話 可以加洋蔥 但如果什麼都不加的話 都可以的 都會有蝦味 大家記住 我只不過是用了 7隻蝦的蝦殼 還有兩塊的豬骨 來煮這個湯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我是用了很多很多東西 那因為我現在要留一些材料 來做蝦膠 所以我現在放1-5石 給大家看的樣貌 我現在用95個去煮這個蝦 幾分鐘就搞定了 我已經搞定了 那我們現在水滾 水滾來呢 滾滾來呢 滾滾滾 可以再滾滾 很香 大家看看我的蝦出來多漂亮 看到嗎 95分鐘煮出來 蝦就是這麼漂亮 95度 95度 對不起 現在就可以把麵放進去 然後就輕輕養開它 剛才是軟的 現在呢 硬了 其實硬了 硬了 其實硬了 很鑑清的 沒錯 OK 準備一抽出來看 你看看多鮮硬 你看看 我們今天做的麵和蝦湯已經完成了 OK 謝謝Michelle 謝謝 謝謝